绿灯亮起一辆辆车 正在左转突然 那个女的都没有给人家看到 这个严重 斑马线上的行人 被一面状上卷入车底 身体遭到前轮后轮 两度碾过 那个我告诉你 又是那个 又是那个柱 究竟车祸怎么发生的 当时行人走斑马线 要到旧中路上的大卖场 而这辆车子 从西湖三路左转 要到旧中路上 疑似就是小轿车的A柱 视线死角 让驾驶没看到路人 在左弯的时候 一面撞伤 疑似又是视线死角 让驾驶没看到行人 那驾驶人的部分 就是在转弯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行人 所以才发生这起事故 被撞的女子伏大命大 被碾过送医后 除了受惊吓 四肢擦伤外没有大碍 但惊悚画面 后方驾驶全程直击 驾驶及用路人 不管是开车还是走路 经过十次路口 千万别分心 记者陈嘉豪 少计阳 台北报道